点下去原来是 它 default 可能是橘子色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 点下去假如说要换个颜色 换成绿色的 点下去有没有 绿色的 点下去就绿色的 点下绿色的 那这个效果的话就我刚刚所讲了 就是说第一个你要先在那个 看如果你手边有其他工具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用什么小画家就可以了 其实小画家就很好用了 如果做个底色嘛 那大小的话怎么知道是多大 你可以拉一下啦 其实大概30乘60是一个大概的值啦 因为我大概算一下 高度的话大概 因为就要看你那个高 有时候如果你高度是超过60的话 你那个view如果预设 假设你那个view 超过60那你就要给60以上的值 因为它就等于填上去 有点像网页一样嘛 那填到一笔 填到一笔 填到一笔 那你也可以给它其他 其他的小说图啊就跟做网页一样嘛 做网页背景图有没有 你要整个 它会帮你整个铺满 的那个小说图 甚至你们也可以试试看用什么建成图啦 反正不过这个要花点时间 最简单就是 换一个颜色 大小的话大概就是 30乘60 你可以脱拉的时候 看一下那个 下方 有没有 右下角 右下角不是有个数字吗 大概就是30乘60 大概就可以了 30 现在宽度30 高度的话再往下 真的吗 编辑里面 没有啦 有吗 档案的内容 再版面是 OK 那反正就是说 再 再再找一下啦 因为可能会有 因为这种是 属性吗 属性 对这边可以 我习惯就反正拉一拉拉一拉就好了 大概就这样子 如果说大小你自己再去设定 设定完之后再填一个颜色就可以了 像素 然后填一个颜色 颜色看你要什么颜色 我刚才是绿色的话 那你就油漆桶 倒一下 另存一下 另存 看要存在桌面上再把它拖拉过去 特别注意就是说那个 档案的格式 建议是用PNG 另外那个档名特别重要 我讲过嘛 如果你用001 特别注意 不行 放进去 就错了 所以很多同学 老师为什么换个图不行呢 特别注意 图档的名称 只接受 小写 的英文 其他字缘都不行 大写 不行 数字可不可以 不行 但是如果你是这样的 PIC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就是说你第一个字的 第一个字只要是 英文的小写就可以了 然后或者你给他一个Green 记得是小写 然后再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我们那个 这个里面 Resource 那Drobo 如果说你不放其他你就放Drobo里面 再来就是说 那看一下其实Property里面 它没有一个set 它没有一个那个 那个那个selector 所以变成我们要在 在城市撰写里面去撰写这个 那特别注意 写的位置 请注意一定是在 Uncreate 的方法 的下方 其实你写在哪边呢 写在这个下面 就是这个事件 完成的下面 或者是你写在哪里呢 写在那个Uncreate 一看开始 应该 也可以 不行 因为 Five ID 所以 写在上面不行 因为它还没有连接 或者是你写在 这个位置 应该也可以 就是说当那个 List View 它被 连接之后 才可以写 你不能写在上面 因为上面这个还没产生 你写在上面 它根本不认得 OK 所以 基本上你可以写在 List View的下面 或者是事件完成 也可以啦 基本上不然就写在这个位置好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将来看到的结果 就可以有一个 点选的效果出来了 那另外 请各位把这个 因为这里面只有 4笔资料太简单了 所以我刚刚讲过 你们可以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改成全民英简 或者其他啦 你自己再找一个资料 那这个资料里面我改哪些 第一个我是改那个 资料的 来源 就是那个 Resource 部分 因为我们资料是 给 在这边 Value 这个 Strings 那我就把那个 建了一个很大的 全民英简 那当然理论上应该是要放在什么 放在Database里面 不过Database最后还是会 放到 我们程式里面 也 通常会给一个 阵列就对应 比如说这个 Json Json 拉下来 还是要放在 一个阵列先给它预存 所以通常 要不然我们一些资料 你也可以暂时放在这里 OK 那里面的话 我是放了这个 如果说你这个清单 看一下 应该是这样 有英文有中 有 这个是 中文 这是 Name 英文 中文 英文中文 然后会有一个很 很大的一个清单 那放进来之后 另外有一个 在底下好像也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只要只是做一个 那这个来源的话 其实基本上你可以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Name 是一个eng的一个swing array 然后再把这里 底下的这些 从那网络上我有那个 你把它复制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就会产生一个 那因为这底下 这应该是之前练习的 就把它铃幕掉 其实就一个就可以 那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有一个资料来源 很大一个 好像应该有1000笔左右吧 OK 那里面的话 基本上就是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将来什么 点击下去之后的话 不是锈在下面 其实基本上 在下面 感觉应该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为什么 因为这个空间有时候 因为手机不一样 比如那个小手机 比较小的话 可能下面会显示不出来 要不然我们再把它改成 Alan Dialog 也可以啦 因为你用Toast的感觉 好像小小一个 不清楚 你可以把它Toast出来 那我这边是已经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Toast 所以这边的话 我把它执行 执行出来的话 基本上架构都跟前面一样 只是资料来源不同 另外就是说 另外我们那个 点击的时候 我把它改成Toast 那Toast的部分的话 请各位 回头再参考一下 那个Toast 有两种写法 一种是匿名物件 不过我觉得 如果你只使用一次的话 多半就用匿名物件就好了 你有一个Alan Dialog Builder 然后传我们要的东西给他 再来就是什么 有set什么呢 set title set message 有没有 然后再来就是set 你要两个button 或一个button 最后的话有没有秀出来 假设我今天这边会秀出全名简 Title是全名简 然后如果我点击中一笔 这笔 点击下去的话 它会跳出来 单字为 这个 不过理论上这个应该可以 改写 改写什么 秀英文 比如模式啊 中文还是英文 请 比如你点 英文的时候 就跳出什么呢 而人代表 请输入什么呢 中文名称 然后打上去 他就会有个计分 如果答对的话 就得一分 答错的话 就零分 以此类推 然后可以一个 最好再加个计时器 比如说你在一分钟当中 里面答对的几题 诸如此类的 它不是一个小小小的一个 蛮好的一个 学习英语的 一个小app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我们简单 做几个简单的变更 第一个的话 就是把什么呢 把这个 array的部分 做一个证 就stringarray把它改一下 多一个这个 资料来源 我想你们可以用我的 或者你们自己有别的也可以 然后你想 有其他资料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请各位把什么呢 点击下去的东西 改成 alrandialog 或者toss 你也可以改改看 OK 画面先换给各位 试试看 所以这个是 this view 2 有两个练习 一个是 底色 点击的时候 要变成 别的颜色 比如说是 绿色啦 红色好像 感觉不像 因为我刚刚点了红色 发现 到底红色 因为红色跟橘色 太近了 所以后来我把它改 绿色 比较看得出来 第二个是 把资料来源 改成其他的 像 全民营检啊 或者是其他你有兴趣的资料 网路上找一堆啦 太多了 所以基本上 这个就可以做很多用途啦 因为 网路上有太多的资料 但是网路上的资料跟手机App的资料 其实 不见得是相同 而且在 网页上的资料 在阅读上其实也不方便 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App 他其实就做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帮你把网路上的资料 把它放到手机里面 让你方便阅读 其实就是一个新的App 那这样有做不完的东西 对不对 只是说套一套套一套 随便这东西其实有太多东西可以来做的 做不完的东西 OK 试试看好了